如果告诉你用一顿火锅的钱可以将你的手机从64G变成512G 你们听吗 你们的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们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怎么办的呢 是不是在想在散了三五天 轻轻换一台大自成的手机呢 我手里的这两台是11 Pro Max 64G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手机的M1码分讯号 请记住这两个东西 现在我们把这两台手机带上去华江北找一家维佑术后 把它扩成512G 需要多少钱带你们去看一下 来到维修单口了 行 帮我这一个 直播马克思扩512G方法 一样的 机器我们已经给大家拿回来了 这个机器现在是扩容好的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扩容好的机器跟原来的机器都有什么区别呢 外观使用包括所有功能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简单的将你的手机硬盘 从原来的64G换成了 现在的512G硬盘 这个训练号咱们避免一下旁边 这下面的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个512G 包括下面的RME码也是跟原机64G是一模一样的 手机的训练号不管是扩容一号还是翻新一号还是换颜色换壳一号都是不变的 这个也是用于区分平台上面去购买一些翻新机扩容机 只能通过训练号就可以很简单的将它们辨别出来 成本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你们对于这种扩容机有什么疑惑呢 请写在评论区 小军给你们解惑 在撤BLE Morning 社ket 老庙 老师 老师